君在否 何时归 魏英 琴声落下 一声叹息随之响起 一曲问铃依旧无疾而终 蓝忘机的眼角落下一滴泪 泪水从脸颊坠落 消散在空中 他清醒地知道 那个笑得潇洒肆意的少年已经不在了 他只是一直不愿去相信 他离开得太久 久到他险些以为已经过去了百年 千年 魏英 时光荏苒 十三年转瞬而过 爱愿与我一切都好 你 过得可好 蓝忘机失神了片刻 扶手收琴 起身离去 蓝湛 魏无羡舔了舔干色的唇 仿佛又感受到了那份深情 是谁在呼唤 还有谁是希望他活着的 他 也只有他了吧 魏无羡想起了坠牙前 他放手的那瞬间 他分明是感觉到了的 那时候的蓝湛 眼中是满满的焦急与惊恐 蓝湛这个人啊 总爱口是心非 若不是把他当朋友 何故会如此焦急 想他魏无羡 这一生想要护的 一个也没有护住 可真是失败啊 不 不是 乱葬岗上的婆婆 四叔 哀怨还有其他人 他们还在等他回去 他必须护住他们 魏无羡不知道自己睡了多久 只是莫名地觉得心慌 也不知乱葬岗上的人怎么样了 想来也没落着好吧 他不在了 又有谁会帮他护着他们 不行 他得去乱葬岗看看才行 魏无羡整了整衣袖 看了眼身下的阵法 痴笑一声 就这样的阵法 还想困住他夷灵老祖不成 也不知道是谁 胆子如此大 不只收了他的一缕残魂 还想用此来控制他 这是当他夷灵老祖是叫着玩呢 如此 便怪不得他了 魏无羡邪魅一笑 伸出食指在空中轻轻一点 空间一阵扭曲 不过片刻 阵法破碎 远在金灵台的某人口中 喷出一口鲜血 整个人萎靡了下来 眼中是满满的不可置信 怎么可能 那个人 那个人这是破阵而出了 哼 就这点本事 还敢肖想控制本老祖 咱们的账总得慢慢地算 老祖我不急 等本老祖解决了手中的事 就去找你 魏无羡感受了一下 自己强大的武力值 十分满意地点了点头 等我 清风拂过 原本站着的人 眨眼便消失不见 出了禁地的魏无羡 匆匆赶往乱藏岗 然而乱藏岗上 迎接着他的 却是人去楼空 魏无羡到乱藏岗不久 便感觉到灵体一阵波动 好像要随着某种契约 随着对方而去世的 这时 有人想要献设 魏无羡 这下来了兴致 他决定先去看看 是谁那么想不开 想要献设给他 好好地活着不好吗 至于其他的 他不急 他总会查清楚的 看看到底是谁 救了乱藏岗中的温家人 亦或是扣押了他们 魏无羡猝眉片刻 一阵微压无形地 传遍乱藏岗 乱藏岗上的凶狮厉鬼 应声咆哮 镇压在乱藏岗上的 几座大石狮子 瞬间四分五裂 是他 是他们的王回来了 群鬼咆哮 群魔乱舞 他们用他们的方式 欢迎着他们的王 王者归来 欲失控鬼 不过片刻 魏无羡的面前 便出现了一众人 阿布 一众凶狮厉鬼 真正是痴魅亡凉 白鬼夜行 主人 欢迎主人回归 魏无羡汉守 安静 话落 一片寂静 众人恭敬地 等着魏无羡的吩咐 一别十数载 主人的威势更加强大了 魏无羡问道 尔等可知温四书他们的去向 不知 不清楚 我知 一道独特的声音 吸引了众人的注意 众人 看向他 他支支吾吾地道 您走当天 不知道 他们收到什么消息 急冲冲地收拾了包裹下山去了 这一去便再也没有回来 魏无羡沉默一顺 问 你是说四书他们是自愿下山 是的 我亲眼看到 温四书带着大伙一起离开 魏无羡若有所思 半想方道 乱葬岗便交给你们了 尽量回复原样 是 魏无羡接着吩咐道 红一 这些年仙门的大小事迹 以及婆婆他们的去向 给我查个清楚明白 红一领命而去 他定会查清楚 不说之前单说现在 主人也好 他们也罢 总归是要一雪前耻的 他红一被迫困在这乱葬岗十余年 有些账是该好好的算算了 安排好一切 魏无羡顺着契约的模糊感应 赶往墨家庄 魏无羡赶到墨家庄的时候 墨玄宇已然奄奄一息 他的眼睛空洞地看着屋顶 嘴中不停地在喃喃自语 为什么 为什么会失败 为什么不愿上身帮帮我 魏无羡促眉 这个吊死鬼样貌的男子 便是那个想要献舍给他的人 这妆容真是不忍直视 虽然他老祖不拘小节 但还是很挑的好吗 他颇为嫌弃地开口道 是你要献舍给我 墨玄宇听到声音 狠狠地看向魏无羡 但看到魏无羡的样貌时 愣住了 站在他面前的青年 一身宽袍黑衣 一头黑发 只用一根红色的带子挽起 一半劈锤在背上 显得慵懒又狂倦 这便是怡灵老祖魏无羡的装扮 他墨玄宇虽未见过 但是却是听说过的 墨玄宇被魏无羡那丰盛俊郎的样貌 看傻了眼 好伴想才磕磕巴巴的道 你是怡灵老祖魏无羡 魏无羡挑眉 是本老祖 你献舍所为何事 墨玄宇原本的呆愣被恨意所替代 原本沉寂的心又火热了起来 他眼神坚定地看着魏无羡 道 老祖 老祖前辈 我墨玄宇愿意牺牲一切 只求您 为我报仇 魏无羡意外又觉得理所当然 他怡灵老祖魏无羡口 不就是厉鬼邪神 人人欲除之而后快 若不是有身仇大恨 又怎会想要献舍与他 魏无羡问 报仇 你仇家是谁 墨玄宇 先都 魏无羡精仪 先都 墨玄宇这才想到 老祖不知道 先都哪何人 解释道 脸方尊精光摇 魏无羡笑了 哟 看来还真是缘分呢 想不到他一梦醒来 脸方尊竟然位居先都了 有手段 了不起 不过这样也好 飞得越高 跌下来才会更疼 我们慢慢玩 老祖我有的是时间 魏无羡 想罢笑咪咪地道 你可知 你就要魂飞魄散了 墨玄宇一愣 而后点头 自然 魏无羡上下打量了许久 开口道 只为了复仇 便如此作践自己 值得 墨玄宇苦涩地道 若有办法 我也不会走到这一步 魏无羡 若是我说 有办法 让你亲自报仇呢 墨玄宇笑得怅然 就算有 也来不及了 老祖前辈 我的时间不多了 前辈 我不求其他 只求您 为我讨个公道 您可能云我 魏无羡 勉强点头 也不是不行 只是我这个人吧 讨厌麻烦 墨玄宇赶忙到 不需要老祖前辈 特意为之 只求前辈 若是有机会 能帮我证明即可 魏无羡听他如此说 倒是高看了一眼 心想 这个人还是不错的吗 虽然事物 但为人正直 他现在可不需要 这样的手下吗 收了他也不是不行 嗯 就这么决定了 以后他就跟着我 给我处理事务吧 魏无羡见决定了 便不再犹豫 他伸手一点 直至墨玄宇眉心 墨玄宇不闪不闭 只是直直地看着魏无羡 等着他动作 一点红色灵光 窜入墨玄宇的眉心 一丝丝包裹住他的灵海 使其不再溃散 墨玄宇感觉 原本撕裂的灵魂 不再溃散 他惊恶地看向魏无羡 满脸的不确定 前辈 这是 魏无羡汉手 嗯 没错 就是你所想的那样 墨玄宇挣扎起身 直直地跪下 感谢道 玄宇谢过前辈的救命之恩 魏无羡道 无需感谢 就你不是没有条件的 墨玄宇道 前辈你说 但凡玄宇能做的 一定万死不辞 魏无羡道 老族我还差一名手下 你可要跟着我 墨玄宇求之不得 他敢忙道 多谢前辈 玄宇定认真办事 魏无羡满意地点点头 道 我看你耕骨不佳 可有休息 墨玄宇眼底滑过暗盲 压制住心中的恨意 道 有 但是被扔出金灵台时已废 魏无羡了然 脸方尊 墨玄宇点头 是 魏无羡道 既然如此 那便重新开始吧 墨玄宇有些为难地看着魏无羡 欲言又止 魏无羡道 怎么 有话不能说 墨玄宇纠结半想道 不是不能说 只是不知道怎么说 前辈 我资质平平 孔氏结丹都难 魏无羡笑道 这有什么 你跟着我休息 结丹虽不易 但我魏无羡说 你能 你就能 墨玄宇喜出望外 他从没奢望 能有机会 跟着夷灵老祖休息 他这时 大难不死 必有后福 墨玄宇刚站起来的身子 立马又给跪了回去 他虔诚地叩首 玄宇谢过前辈 不 玄宇谢过先生 魏无羡满意地点点头 行了 跟上 外面的几个小朋友 可还等着我去救援呢 墨玄宇赶紧起身 跟了上去 墨玄宇不知道 这一生先生 便是一辈子的先生 打电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关于废炼蟈的课